126. 人民日報全版批評美式民主非真民主 2015年7月27日News A22 中國美國近來屢次批評中國在南海的活動 有多次派高級官員到中國周邊國家,意圖聯合其他國家圍堵中國 官媒人民日報作以全版評論員文章 批評美國輸出的美式民主非真正民主,因體制非以一人一票選出 而是由財富主導選舉,令民眾的財富在這個制度下逐漸減少 政客卻變得越來越富有 報章整版由四名外籍學者贊文 先由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處員處長羅斯爾賺寫政治運作 被金錢左右美式民主並非真正民主的文章 指美國參與立法者有69%擁有逾100萬美元資產 而91%的選舉是由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勝出 作者又舉出,美國家庭財富中位數在07-13年急錯43% 但參議員財富同期卻漲了22% 此外,美國算清所有政策要符合普世價值 但侵入他國,推翻外國政府 中國經濟起飛迫使美國平等對待中國 從未表現出人人平等概念,指示西式虛偽 另一位贊民的比利時魯明天主教大學研究員杜雅特指 美式民主被譽為西方民主範本 但普林斯頓大學有研究認為 美國已開始變成由小部分階層控制的寡頭政治 而這種情況正是全球多處爆發戰爭及其他不穩定因素的原因 學者指美國民主制度行不通至於土耳其中央銀行北京經濟參贊過賣之分析 民主沒有合適且準確定義,照抄美國的民主制度也行不通 而且美國社會收入不公平、社會安全隱還、教育不公平等問題突出 顯示美國不一定是其他國家全面學習的例子 網站文章 2015年7月27日人民日報全版批評美式民主非真民主 H.T.T.P. 母號相斜線www.am730.com.hk 赤線www.am730.com.hk